她愛我 她不愛我 她愛我 她不愛我 她不愛我 她愛我 我很喜歡情人節 除了因為很甜蜜之外 很多時候一些很簡單的表示 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她愛我 Yeah Yeah 先寫一張卡 Dearest Ray Obba SumSum 同樣地,今集中用的 都是日常用到的材料 但Chef就會教我們 如何細心地 將它們變成精緻的菜式 而今集的家庭觀眾 也會為我們示範一道 很有心思的作品 想不想借甚麼呢 家家有廚神,現在正式開始 今天煮的這道菜 代表情人節 我想起情人節的東西 我覺得都是很甜蜜 有些朱古力 或者甜品 我覺得都是在情人節 一定不可以缺少 但今天煮的這道菜 好像很友善 我會想起情人節 今天做的菜式 就是菠菜蘑菇釀豬柳卷 豬柳其實是脊椎旁邊的一條肌肉 味道比其他部位比較清淡 但就是整隻豬中最嫩滑的肉 為了保存肉汁 一般都會放一些餡料進去 而今次我們的餡料就是 Duccel 即是用蘑菇做餡料的意思 我們先將芝士跑 芝士Grinder 將它磨碎 再用牛油和白酒煮熟 攤凍後 就可以拿去用菠菜捲著 好,怎樣做呢? 我看到剛才菠菜放得很漂亮 一塊塊 我就是這樣 放入微波爐 放入微波爐 讓它軟一點 軟一點 但大家要記住 撕掉一些框 否則 一會兒你捲一下 會穿過這塊… 太硬了,就會弄穿了 好 那我就是這樣排 好 我已經釘了 好嗎? 交叉了 交叉了,否則它又會漏出來 對 大概就這樣 好 是… 但你釘過菠菜的時候 要放一塊這樣才這樣 否則你不放這塊… 黏住了 你把它黏住就怎樣 這樣 好 好 好 這個就是剛才炒了蘑菇 對 攤凍了,然後捲 但你不要弄太長 好,現在要捲了 就這樣了 有沒有技巧? 有 拿著這塊 捉著保鮮紙 對 好 然後放開 是 然後再上來一次 包蘑菇的時候 記得要包緊一點 還有要配合豬柳條的長度 包好之後 就放進冰箱裡 冷一個小時左右 讓它硬一點 之後讓進豬柳裡 才會比較容易 每個星期 我都會嘗試 廚房裡一個職位 這個星期 我的工作就是… Butcher切肉師的責任 就是要準備好肉給廚師煮 豬和牛肉方面 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去骨、去肥 和清理肉表面上一層很薄 但有很韌的根 即是英文所謂的SILVER SKIN 但切肉師的名字這麼巧 屠夫又好像好得人害怕 那我應該叫什麼好呢 Butcher 即是豬肉妹 豬肉妹 對 要切豬肉 是呀 我現在拿一把小刀 還是大的刀 小一點簡單一點 這些肥肥 你不需要切 切成這樣 是嗎 這塊油 切成這樣 切成這樣 切成這層膜 是否大力切成這樣 切成這樣 你看見這塊油 是 叫做SILVER SKIN 就是這條筋 是嗎 我還以為是肥 肥又是你剛剛切成這樣 對 切成這樣 好 你想我去掉這塊油 是呀 好 首先這樣 先切開 切開 是這樣 好 好 我剛才要壓平它 剛才你有這個步驟 是 壓平它 你看平了 我切成那些油 是 是 我這樣放進去 我向上的 我向筋放進去 是嗎 好 然後切開 你看看 好像拉骨 完成 好 好 其實我一向在家裡很少做這個步驟 所以剛才師傅教我把筋起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挺困難的 因為看它很容易 但當我自己切的時候 好像撕走了很多肉出來 如果你將來要請我去你家裡做步驟 除非你很富貴 否則我切走你的肉 再多放幾斤才行 好 現在我是否應該切枕頭尾 我們包一下菠菜的捲 比較漂亮 是嗎 那我切走一點 好 好 這個完成了 剛才的菠菜很硬 看看是否可以 我切了兩頭 好 完成了 這個真的很漂亮 又圓 你這樣切一塊 你把它變成自己打開了 四方圓 大概 是 做這個薄 邊邊做薄一點 好 然後你放菠菜進去 那我就這樣包著它 你捲了它 然後你綁繩 好 首先 我現在要做一個 切豬肉的綁繩 就是這樣 然後 為何你做過一件事 我洗臉 因為你今天是我的助理 原來是這樣 又要再捲 一個 所以灑太極 好 然後把它捲下去 非常好 拉一拉 拉一拉 完成 好 完成 對 完成 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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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會變色 清淺 大概5分鐘 5分鐘 然後呢 然後反轉 煮多2、3分鐘 現在我們煎豬肉了 首先要有一個陣勢 灑一點鹽嗎 鹽了 你還沒煎之前 肉 尤其是海鮮 你還沒準備煎的時候 千萬不要灑鹽 如果不然會怎樣 如果不然 鹽會灑在裡面的脂肪汁 這個要大火一點 是 是 因為我要它快點燒焦 是 好了 熱一點 然後這樣 讓它吸收一點 我煎一煎 然後待會放在焗爐上 現在非常香 這樣就剛剛好 剛剛好 再拿去焗 焗五分鐘而已 這幾度呢 四百度 你看這個樹底 你可否看到 現在要翻一下 對 然後翻一下 大概三分鐘 放一個蓋子 有一個蓋子 因為這個比較薄 所以我等待會才 擔心太熟 擔心太熟 這個就是 是貸貨的 貸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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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打個汁了 對,配一下 我把紅蔥頭放進去 煮軟軟的就行了 開始變成顏色好像… 就夠了 透明一點的意思 然後放一些車梨子進去 對 即是有點甜甜酸酸 對 因為很多時吃豬柳都會配蘋果汁 蘋果醬汁 放一點點 放一點發揮 為何要放一杯酒 平時你會放紅酒和白酒 但現在要配芝麻 配搭 這個Demi有時你買 有些人會很稠 有些人會很稀 我這個稠了一點 要加少許水 最後再加少許 加少許 然後放少許牛油 讓它更滑 最後讓它更滑 你看 它的組織性剛好 你不想太稠 又不想太稀 拿出來 真的有些金黃色的外面 對 別告訴導演 不要聽 我要多做一件事 我沒有告訴你 免得要我浪費時間 你現在不是要雕花嗎 你幫蘑菇剪頭髮嗎 剪頭髮 今天趁前的牛油這麼漂亮 先煮一煮 讓它煮熟一煮 把蘑菇煮得很快 是的 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是 完美 這樣放進去一點 這個很自然 是的 這個我煮熟過三分鐘 是先煮熟過一下 對 煮熟過就可以了 又放進去 完成 好 完成 煎 什麼都好 或者焗 一拿出來 要等它休息 休息 因為你一切它 你會把全部的脂肪 煮熟過 是這樣的 我只會要趁熱 快點快點 休息一會就可以了 是嗎 大概五分鐘左右 休息五分鐘左右 對 師傅 當他在我身邊的手臂 在我身邊的手臂 在我身邊的手臂 我會見到我的手臂 我會見到我的手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乾杯 很漂亮 這個杯子很漂亮 今天做的豬柳真的非常好吃 看上去 是不是應該先吃豬柳 我平常來說我多數試過醬汁 先試過醬汁 因為你不試過醬汁 你會看到它的反應是怎樣 有些分別嗎 讓我先試一下這個 很香的肉味 而且我喜歡的菠菜 菠菜已經滲了肉汁的味道 我發覺現在吃豬柳 配這個青椒醬汁很配 所以不一定只要蘋果的蘋果醬汁 其實蘋果醬汁是好的 因為我們設計的餐牌 多數是特別一點的 第一要漂亮 第二要做得很自然 還有你會開心些 做得每個雙方走進來 每個人都會開心心 應該都看到很甜蜜的雙方 對嗎 最初是覺得很甜蜜 但我看到很多人求婚 又有很多人扔煲 餐廳分手嗎 未吃飯就分手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想 這樣便走進廚房 都不敢出去 害怕 是嗎 你有沒有說過節日 你真的上班 做Chef 特別覺得辛苦 特別難忘 或者 最害怕的是 Matter Day Lunch 和Christmas Day Lunch 很害怕 很辛苦 很多人 做期間都做不完 找多些取緣都找不到 因為每個人都忙 特別多人 因為每個人都忙 其實我自己 因為我工作 很多時候 我都要跟同事一起過 尤其是像農曆新年 我自己會提早 跟家人吃夜飯 但我們做這一行 真的沒有這件事 你吃飯的時間 是否會提早 或是壓到後 很嫩 有時間就休息一休息 沒時間可以做到狗 這樣 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 味道不夠 是很甜的 我很喜歡菠菜 和菠蘿 和菠蘿 蘑菇的盤子 你看它的味道 而且你看到 蘑菇還是白白的 不是黑色的 是的 然後這個豬柳 是否紅色的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很害怕 是的 但其實它是剛剛好的 剛剛好 因為這樣才是最好的 你看一下 我們中國人 白切雞 油雞 吃到皮 液的 肉很滑 吃到 舊骨 近 有一點點 有點紅紅 所以已經是熟 熟 我還未切開 我看不到裡面的芯 是怎樣 我怎樣知道它熟了嗎 一 就是你的感覺 按下去 是的 二 你又用那個 温度的芯 放進去 150 150 是 量度 是 150 然後你 你讓它休息 10分鐘 會去到150 155 因為它會慢慢油 對 再熟 160是熟 好 155 等一會就剛剛好 180是很熟 那就太熟了 記住 155 再喝杯 喝杯 謝謝 祝福祝日 祝福祝日 我覺得說到豬柳 很多人都會擔心 覺得會不會很乾 很粗 今天這塊豬柳 我覺得真的保存了很多肉汁 但應該很大的原因 就是裡面有加了些材料 我知道這樣可以令豬肉 那些汁可以保存在裡面 當然還有些菠菜、蘑菇 這樣配合的時候 它們吸收了肉的味道 所以一起吃的時候 覺得很棒 剛剛剛才吃過的豬柳卷 就是從最裡面的蘑菇開始煮 然後才煮到外面的豬柳 至於今集的家庭觀眾菜式 就會是一層層的塌上去 不如讓Angelo自己介紹一下 我今天會煮的菜是豬柳柳 今天主要材料是五花腩 還有一個叫Fellow Pastry 的Pastry Sheet 因為一會兒要去焗 所以就用這些籽去焗 脆薄薄的 脆薄薄的東西就是在這裡 好 不如我們立即開始 這個步驟是怎樣 好嗎 好 首先我們拿白蘿蔔去皮 先把白蘿蔔切成片 這樣就會切成薄片 這樣我們就切了 好 首先就是會拿些椰 去醃製它 盡量可以將每一塊都醃製 讓它出出一些稠味 好 這樣拌勻它 拌勻它 拌勻它 你就會看到它有些水開始出來 是… 然後我們要補一點鹽 主要就是放糖 是 然後就會放些醋 我今天用的就是蘋果醋 蘋果醋 好 現在還有其他 現在要開始切些蘋果醋 是… 好 刀法不錯 接著要切的是… 這個你先走了 好嗎 這個你先走了 需要切這個碟子 這樣就會看到 就生的了 有得去都是 對 生的 拌勻它 拌勻它 同樣也是會放些鹽和糖 好的 給這個又是蘋果醋 對 這個很慢用 你覺得其實不是那麼肥的 對 下一個就是要… 剛才的鴨魚就要煎一煎它 一些… 蘋果醋 對 對 很多中國人都不用這些 對 真的 蝦胡椒 真的蝦胡椒 好 然後會拌勻 拌勻在一起 對 我們主要是要把它切到大概… 一串半 對 一串半左右 即是一塊一塊 對 就這樣切開 切開 切開一片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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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拿些 蘋果醋 還有剛才的薑蓉 醬油 是 還有 就是這些… 蜜糖 蜜糖 混合完之後 最後會放些麻油 這樣呢 我們混合完 我今天就會用這個壓力鍋 這樣就會快一點 好 又不用看火 現在拿進去就可以了 對 好 拿進去先 切一塊塊 是 噴一點油 噴一點油 師傅已經忍受了 太豐富了 這樣應該會很適合 很美味 我們最後會再煎一煎 不過這塊肉真的很香 很香 感覺到Angelo很有經驗 還有研究煮飯 尤其是 吸引西式的材料 例如 表演 適合 配銀色 對 擺上碟 會更漂亮 我最初以為 這塊 你說波波翠這塊 我以為是酥皮 但其實不是 是嗎 不是 它是 通常都是 希臘餐 會用這些比較多 對 那這個怎樣吃 用手 用手吃 因為可以 跟手 跟嘴一起 咬下去 我用嘴吃 我以為是斯文 不 因為有塊肉 我已經燉了出來 拿手沒問題 沒問題 那我也拿手吃 這樣吃才好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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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我很喜歡蘿蔔 和 辣椒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酸味 我覺得配了一塊肉 真的令肉沒有那麼肥膩 我覺得 嗯 是啊 但唯一 剛才擺碟的時候 我看到肉本身 好像沒有那麼完整 我看下去 其實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會需要切成一片一片 那麼辛苦 你切一件一件 然後你燜 燜到差不多七成 微軟了 我就拿出來 攤動一點點切片 更加漂亮 你擺碟的時候 你可以在Fullo Pastry上去 你這樣排 哦 是啊 那真的很漂亮 然後你的碟 你這樣放在旁邊 現在我只能看到碟 哦 是啊 我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是 我會這樣做 但是你用Fullo Pastry 很多時候 你放的東西上去 尤其是有些醬汁 很快又爛 會立刻軟 我是喜歡酥皮 因為它又容易 控制 拿上來吃也比較容易 嗯 你扒上來 這麼高 然後切開頂去 留下頂 把所有東西放進去 然後頂上 這樣咪咪咪 蓋上去吃 哦 就像夾心一樣 是 你看我沒有說話了 我就在這裡吃 大家一起吃 來吧 我和Chef都很喜歡這個豬肥脆 所有材料都配搭得很好 整潔方面它會給三分 創意它會給四分 味道方面也有三分半 而我就覺得賣相有三分半 自信我就給它四分 而味道方面我就給它四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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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